我是一生一次疫情上门流调 我发现 老公和一个陌生女子的轨迹重叠 被隔离在了一起 随后我不动声色暗中调查 竟发现 老公早已出轨 还有了私生子 反手一招 让渣男见女沦为乞丐 我叫宋雪静 是医院体检科主任 发现我老公不对劲 竟是源于一次上门核酸检测 我亲眼看着 自己那本应该在隔壁市采购的老公 竟然出现在了我家附近的小区 而且和一个女人同居一室 更让我诧异的是 她竟然喊她老公 下班 同事刚看到我 就扑吃一下笑了 快说说 有什么好玩的事 刚才有个女人 被大数据筛出来是次密 我问她在世的时候 都去过哪里 她竟然说 自己一个人逛了逛公园 看了看电影 一个女人大老远地去自己逛公园 看电影 傻子恐怕都不信 我给她讲了下政策 这回说了实话 是她瞒着老公去见了男友 回来以后又见了男友B 现在这几家都居家隔离了 真是可怜她老公了 她晃了晃准备上报的流调报告 笑着答道 说着她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如果你老公背叛你了 你会怎么办 我老公 我扑吃一下笑了出来 怎么可能 她肯定不会对不起我 同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妹子 还是看眼点吧 这男人就是猫 世界上就没有不偷星的猫 没有不偷星的猫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句话很快就在我的身上应验了 就在我打算离开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手机是院办打来的 历井新城小区 因为出现密接者 需要从我们医院派人过去 进行核酸检测 因为人手不够 我们也需要过去帮忙 到达历井新城以后 按照部署 我和一个护士 穿上防护服到六号楼 进行核酸检测 在502房门打开的时候 一个年轻女人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这个女人 就跟抖音最近很火的那种网红一样 精致的妆容 一件吊带小背心 那宽松的肩带 好像随时都要吊下去 用贱人来形容 这女人绝不为过 女人看着我们 有些不高兴地说 不是有密接者 你们来我家做什么 要是把疫情带过来 我可跟你们没完 我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本来就很费力 特别是上这种 没有电梯的板楼 在听到她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火疼得一下 就窜了起来 这位女士 你这是什么话 要不是疫情 我愿意来你家 你这是什么态度 她话还没有说完 身后就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宝贝 怎么了 跟着一个男人 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女人听到男人的话 态度发生了三百六十度大转弯 温柔地说 老公 是医院来采核酸的 宝贝 你听话 好好配合人家工作 人家也是 为了咱们好 嗯 行 女人这才看向了我们 哼道 赶紧采吧 可是 我却愣在了原地 因为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竟是我那本 应该去隔壁市 采购商品的老公李志宇 说实话 医院的这些同事里 时常会发生 婚姻崩溃的事情 可事情发生在 我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根本就无法接受 浑身的肌肉 仿佛都颤抖了起来 就在一个小时前 她还给自己打来电话 说事情不太顺利 还得多待几天 我还告诉 她要注意身体 还从网上学了 按摩的手法 等回来以后 好好给她放松放松 现在想来 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她恐怕根本 就不需要我的放松 有这么一个年龄比我小 脸蛋比我漂亮的女人 陪在身边 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恨不得立刻脱下了 防护服 暴打这个插足 别人婚姻的女人 质问李志宇这个王八蛋 可挣扎了许久 我还是放弃了 放弃并不意味着妥协 我要控制住自己 我要把事情调查清楚 我更要让背叛我的人付出代价 就算这样 完事下楼的时候 我还是紧紧地抓着楼梯把手 生怕自己没站稳掉下去 思绪不由地回到了两周前 她陪客户喝酒 回来的时候 脖子下面还有衬衣领子上 有好几个红唇印 我追问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解释说是喝多以后客户的恶作剧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可是现在再回想起来 我怎么相信了这么幼稚的借口 直到现在 我还无法相信李志宇会背叛我 李志宇经营着一家连锁超市 因为采购商品的原因 她经常出差 可只要回到家 便会把心思全放在家里 这种踏实的感觉 让我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我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犹豫了许久 我打电话给了我的闺蜜董丽娟 她现在就在我老公的公司上班 要是有什么不轨的举动 她一定知道 电话很快接通了 雪静 怎么了 娟 我有个事想问你一下 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事你就说 董丽娟答道 我接着说 我怀疑李志宇在外面有人了 嗯 怎么回事啊 跟着我把刚才见到李志宇的事情 说了一下 她听完以后 犹豫了一会儿 道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 她跟一个女实习生 最近走得很近 不过她负责公司直播业务 现在这块是公司的重心 我一直以为 他们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你这么一说 很可能就是她 董丽娟的话 更加让我确信了之前的判断 可我没想到 一个阴谋 就是从这通电话开始了 我险些失去了李志 丽娟 我需要这个女人的资料 你那边有吗 我找到以后 给你发过去 说实话 此刻我还真的有些犹豫 有些忐忑 李志宇要是真的背叛了我 我究竟 我的脑袋不由地胡思乱想了起来 突然 我猛地摇了摇头 宋雪静 你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 你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做了错事的人 就得付出代价 一会儿 手机微信上 董丽娟给我发来的 有关那个女人的资料 人家 23岁 临海大学的大四学生 服装设计专业 文艺部部长 获得过临海大学 十大校花称号 居住在丽景新城小区 文艺部部长 校花 怪不得李志宇会动心呢 自己跟人家比起来 确实是人老色衰了 这些都是公司 人力资源部的资料 要想复仇的话 这些资料 还远远不够 看来 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我立刻就想到了 自己大学时期的学长 我还记得他毕业以后 当了临海大学的辅导员 关于他具体的资料 一定会有 微信把事情简单地告诉他以后 他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跟着我又打给了 李志宇的司机孙小斌 小斌 你在哪呢 姐 我在家呢 怎么了 孙小斌答道 你来我家一趟吧 有点事 行 姐 我这就过去 不到二十分钟 敲门声响了起来 我起身打开房门 正是孙小斌 小斌 快进来吧 等他进来以后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这些年给你赵哥开车 辛苦你了 姐 你这说的是哪里话 要不是你们 我也没办法在这市里安家 我笑着从包里 拿出了准备好的两答钱 递了过去 我听说二婶做了手术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孙小斌 不只是李志宇的司机 也是我的老乡 他母亲 我叫二婶 当初还是他母亲找到我 说是想给孩子找个工作 我才把他带到了市里 也才有了他的今天 孙小斌急忙把钱推了回来 姐 这钱我不能拿 你跟我姐夫 已经对我够好了 我借了钱 到时候 发了工资还了就是 你快收下吧 要是跟我还这么客气的话 我就生气了 在我的要求下 他最后还是把钱收了 我接着说 小斌 你姐夫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啊 听我这么一说 孙小斌挣了一下 欲言又止 看到他这种反应 我知道 他一定是知道些什么 小斌 姐清楚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有什么你就说什么 我肯定不会跟你姐夫说的 你姐在这城市里 也没别的依靠 就你这么一个娘家人 要是连你也骗我 话说到这儿 我话风一转 不过姐也不强求你 你要是不愿意说 就别说了 全当我没有问过你 我把话都说在了这里 孙小斌根本就没法拒绝 犹豫了片刻 他开口了 姐 姐夫确实有些奇怪 最近她 她跟董丽娟走得很近 和董丽娟走得很近 这倒是让我有些奇怪 不过转念一想 又觉得没什么 董丽娟跟我是闺蜜 和我老公走得近点 倒也可以理解 我点了点头 接着说 嗯 好 小斌 以后你帮我盯着你姐夫 她做了什么 有什么情况 我都想知道 行 姐这是我 尽量帮你 说着她就道别离开了 孙小斌这边 可以帮我掌握一些 有关李志宇的证据 布置完这一切 我回到家 就给李志宇发去了视频 视频那边的李志宇 看到我以后 高兴地说 老婆 下班了呀 想我没有 嗯 当然想了 我强装着淡定 老婆 给你说个事 我这儿因为疫情的原因 被封闭管理了 刚做了核酸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出去 本来还给你买好了礼物 打算回去以后 咱们一起过结婚纪念日 没想到赶上疫情了 嗨 要是平时 我听到这些话 会非常受用 可是现在 我只觉得恶心 跟别的女人都住到了一起 还说着假惺惺的话 要不是我亲眼看到之前那一幕 现在怕还信着她说的归话 我强忍着心中的恨意 没关系的老公 等你回来以后 咱们再补过 对了 丽景新城进行封闭管理了 要是人手不够的话 我还得去那里执勤 我故意说出了丽景新城小区的名字 想看下李志宇的反应 李志宇微微一正 跟着脸上的表情又恢复如常 继续说 嗯 到时候你过来执勤的话 跟我说一声 要 要不然我不放心 好的 挂断视频以后 我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这一夜我一闭眼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李志宇的样子 直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我究竟是哪里做得不好 李志宇为什么要背叛我 核酸检测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所有人都是阴性 第三天 第七天的时候 又分别做了一次 结果都一样 丽景新城小区结束了封闭管理 李志宇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是从隔壁市回来了 要先去公司处理些事情 我知道 他要回来了 自然立即给董立娟打去了电话 娟 李志宇马上回公司了 你帮我盯好他呀 要是能拍到照片的话就更好了 嗯 好 挂断电话以后 我的心里盘算了起来 到时候不仅要让那个人家把花了的钱吐出来 还要让李志宇这个王八蛋失去一切 叮咛 突然手机响了一声 我立刻拿了起来 是董立娟给我发来的一条消息 我点开消息以后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张照片 李志宇就坐在公司楼下酒店的大堂吧 她的对面正坐着那个人家 穿着仍旧那么暴露 跟着董立娟发来了一行消息 雪静 李志宇没上公司 我路过时看到她在酒店跟人家见面 距离太远 他们聊什么 我听不到 看着图片 我紧紧地攥着手机 两个人一起溺外了七八天 还不过瘾 真是一对十足的狗男女 跟在后面还有一段话 雪静 这种事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咱们绝对不能容忍 只要你说 咱们两个人就找这个女人 好好算算账 董立娟的话 让我很是感动 比起男人 闺蜜才是真的 可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件事情远不止 我看到的这么简单 真的也应征了董立娟跟我说的这句话 婚内背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孙小斌在这个时候打来了电话 姐 刚才李总给我打电话 让我现在到丽景新城 接上他送到荣庆家园 你确定是刚才 是啊 挂断电话截我就给你打过来了 孙小斌答道 听到他的话 我也有些懵了 董立娟明明说 李志宇和人家在酒店的大堂巴里 而且还有照片 这是怎么回事 好 小斌谢谢你了呀 不管是怎么回事 只要自己去了荣庆家园 应该就能明白了 荣庆家园是我们两个人结婚时候的婚房 它的目的地肯定是那里 我开着车很快就驶向了荣庆家园 在楼下一处隐秘的车位停了下来 目光紧紧地盯着我家楼前 没多长时间 一辆黑色奥迪就停在了我家楼下 副驾驶上掀下来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最好的闺蜜董立娟 我心中正狐疑的时候 李志宇也从后面下来了 看着她交代了几句孙小斌开着车离开了 难道是董立娟告诉了她 我已经知道她在外面乱搞的事情 然后两个人打算在这里给自己搞一个惊喜 求自己原谅 显然我想多了 因为接下来 他们两人的行为却让我差点惊掉了下巴 董立娟上前一把搂住了李志宇的胳膊 李志宇的目光急忙看向四周 跟着把她的手甩开了 匆匆地上了楼 董立娟也跟着走了上去 两人这暧昧的动作 就算是个傻子 也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 此刻 我感觉双腿都有些发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李志宇在外面乱搞的对象 竟是我最好的闺蜜董立娟 可让我更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在她的算计之中 不知道在原地愣了多久 我才打开了门 看着十二楼 那应该属于我和李志宇的卧室 拉上了窗帘 我心中最后一丝幻想 也随之破灭了 我立刻下车 冲上了电梯 听命按动着楼梯的按钮 谁都体会不到我现在的心情 我真很不得立刻抓住这对狗男女 撕了他们 可电梯到达十二层的时候 我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 我犹豫了 不是我接受不了现实 而是我不能这么轻易地去接受 撞破他们两人的奸情 我得到的不过就是离婚两个字 我要报复 让这个背叛我的男人 一直欺骗我的好闺蜜 为他们所做的事出代价 还有当初的那个人家 我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拖着无力地身体下了楼 就等在车上 一个半小时以后 董丽娟先才下了楼 我的双手捏紧了方向盘 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 董丽娟和李志余两个人 在床上的画面 他们还在我的婚房中苟且 或许要的就是这种刺激的感觉 董丽娟 咱们走着瞧 晚上等我回到家的时候 一进去就看到老公就拖着疲惫的身子 正坐在沙发上 看到我进门以后 笑着说 老婆 我回来了 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 你看看喜欢吗 我瞥了一眼放在茶几上的 是我最喜欢的新款包包 要是原来我一定会无比欣喜 可是现在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我把包包随手放到了一旁 吃饭了吗 我在外面吃饱了 老婆你还没吃饭 要是不想做我给你点个外卖吧 李志余的回答里 吃饱这两个字传到我耳中 格外的刺耳 吃饱 我看你是喂饱了别的女人 第二天 我到医院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 后面的一段时间里 我彻底放松了下来 结婚以后的这些年 我除了工作就是家庭 根本就没有顾忌到自己 和人家这种年轻的女人有差距 和董立娟这种看上去精致无比的小女人 也有了差距 我要把差距弥补回来 更重要的是我要静下心来 好好思考 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董立娟竟然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起来 娟 怎么了 雪静 我看到李志宇和人家在酒吧 视频我给你发过去了 跟着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他发来的一段小视频 照片上李志宇正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里 跟几个女人推杯幻展 看上去很是亲密 其中就有人家 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的心里冷笑了起来 这让我更加好奇 董立娟为什么贼喊捉贼地 给我发这个视频 明明他也和李志宇婚外有染了 还会告诉自己李志宇和别人的事情 还是他这个第三者已经开始乱了 不过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别管是谁 都要付出代价 既然他自己先出手了 自然要看看他想干什么 我立刻打去了电话 电话那边的董立娟 立刻接了起来 没等我说话 董立娟那边就先说话了 雪静 他们现在就在第一世界酒吧 你赶紧过来吧 要是去酒吧闹事 不是便宜了 这对狗男女了 娟 我要去公司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让这个女人再也抬不起头 我答道 听到我的话 董立娟有些兴奋地说 好啊 雪静 这是我支持你 明天你过来 到时候我带你去找她 一定要给这个贱人一点颜色看看 好 挂断电话 我盘算了起来 现在还不知道 董立娟到底是怎么想的 搞不清楚这一点的话 自己就在了暗处 董立娟这家伙 鼓动自己过去 肯定有目的 要是去了 必然就中了她的道 正在这时 我的目光落在了李志宇的手机上 她去洗澡了 手机就放在了茶几上 或许我想要知道的 这里面就会有答案 密码还是我们家第一部坐机的前六位 我直接点开了微信 这么多年 我对她是绝对的信任 所以没有检查过她的手机 她也没有删除微信的习惯 看着微信里的聊天记录 我的内心真的有些崩溃 没想到和我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李志宇 竟然是个彻彻底底的人渣 微信里和其他女人暧昧的聊天数不胜数 真是把家中采齐不倒 外面采齐飘飘 做到了极致 快速地翻看着聊天记录 其他女人看样子只是李志宇在张罗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我把重点放在了人家和董丽娟的记录上 略过那些可有可无的内容 我很快找到了几条重点 一 董丽娟半年前就跟李志宇发生了关系 董丽娟原本并不知道人家的事 是通过自己才知道 而且看记录 她一直在逼着李志宇跟自己离婚娶她 二 至于人家 来到公司实习一周 两人便勾搭上了 还有许多李志宇给她的转账记录 至少有四十万 而且看样子 人家不仅知道我的存在 而且也知道董丽娟的存在 三 之前给我买的LV包包 他们两个人 每人都有一个 对于这些钱 我并不在意 民法典现在都有规定 自己完全可以讨要回来 我在意的是这些信息 通过这些 我的内心中已经想好了对策 就在我打算睡觉的时候 学长给我微信 发来了几段语音 还有一些照片 这些信息 更是让我笃定了之前的想法 原来人家在学校的时候 就挺有名 对象换了四五个 而且都是家里条件不错的 特别还和学校的一位老师 曖昧不清 让人家原配在学校打了个半死 这个丫头是个彻头彻尾的败金女 这种女人 自己很容易就能够利用起来 至于董丽娟 我还没有想好 怎么收拾她 说实话 只是桌奸 在床让这个贱人身败名裂 简直就是便宜了她 我要让她失去一切 下午 我和董丽娟提前联系好了以后 便到了公司 董丽娟早就在公司等候着我了 见到我来了以后 立刻起身迎了过来 雪静 她现在就在后面的公位上 我看着那些员工 看着我交头接耳的样子 就知道董丽娟肯定已经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了 等着就是要看我的笑话 我直接把LV的包包摔到了桌子上 谁用过这个包 给我站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了人家桌子上 那一模一样的包包 我快步走过去 一把拉住她的衣领 拉着就进了李志宇的办公室 走 跟我进去说 跟着我就大声喊了起来 你个贱女人 是李志宇送给你的是吧 说 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知道在外面的董丽娟都快笑出花来了 没一会儿我就听到了李志宇呵斥员工的声音 跟着走了过来 人家此刻也反应了过来 大声叫喊着 你凭什么靠这个包就说 我跟李志宇有不正当关系 董丽娟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包 你怎么不怀疑她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董丽娟 世界上没有不漏风的墙 平时大家就有怀疑 特别是人家这么一说 大家顿时交头接耳了起来 我就说 董丽娟经常跟着李总出差有问题 现在这么一说 绝对坐实了 还真是 董丽娟这家伙还真行 贼喊捉贼 还让宋姐来捉奸 真是太不要脸了 董丽娟的脸色变得有些尴尬 而李志宇的脸色 也变得阴沉了下来 人家 你这混账少在这里狗血喷人 你自己是个赔钱货 见到男人就网上贴 少诬陷我 你这快绝经的老女人 在我面前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我还不知道你那点破事 人家的话 刺激的董丽娟 脸色愈发难看 我让你胡说 我今天就撕烂了你的嘴 跟着她就冲了上去 和人家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人家自然不可能让着她 李志宇见状上前阻拦 这反而让两人打得越来越厉害 丝袜破了 裙子破了 打到最后 两人就像是两个捡破烂的乞丐 在公司可谓是丢尽了脸 看着二人 我的心里暗爽了起来 李志宇见局势失控 又喊了几个人才分开了他们二人 我看得见她的眼光不停地描向我 想要看我怎么说 董丽娟是我的闺蜜 她怎么可能做出对不起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来 我今天来公司就是告诉你们这些女人 我和我老公的关系很好 你们谁也别有这种想法 否则我绝不会让她好过 丽娟 你在公司给我看住这些女人了 说吧 我又进到李志宇的办公室 简单寒暄了几句 便离开了 走在楼道 我都暗自偷笑 这两个女人恐怕以后都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才仅仅是开始 回到家 我在想着下一步的布局 恰巧在这个时候 同事突然打来了电话 这天一早 李志宇吃完早饭刚一出门 我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我摸起手机一看 是单位同事小焦打来的 我滑动屏幕接了起来 喂 小焦 怎么了 雪静 我给你说个好玩的事 我笑着说 哈哈 难道是主管咱们的那个刘老头出车祸了 刘老头出不出车祸我可不知道 可我知道咱们上次一起吃过饭 你那个叫董立娟的闺蜜怀孕了 啊 我愣了一下 接着问道 怎么回事啊 今天我坐诊 刚好看到他来了 给他开了个化验单 显示怀孕了 咱们吃饭不才半个多月吗 那会儿听他说 还没有男朋友 没想到这么快就怀孕了 而且看他那意思 是想要这个孩子 这玩的还真是挺开啊 怀孕 听着电话那边的声音 我的思绪不由地想到了李志宇 李志宇这个王八蛋 我身体是有问题 没办法怀孕 我说可以去北京看看 或者抱个孩子 甚至我说过可以离婚 让他再娶个女人 可是他都说自己不在乎孩子 真没想到和董立娟这个贱人 已经有了孩子 我还真是可笑 喂喂 雪静 你听到我说的了吗 电话那边的声音 把我的思绪 拉回到了现实中 我问了一下 接着问道 他那孩子几个月了呀 看样子也不大 一个半月左右吧 嗯 这家伙还真是的 到时候 要是还有这种八卦的消息 记得跟我说呀 没问题 挂断电话以后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一个报复董立娟的绝好主意 这时候手机又响了起来 这次是董立娟打来的 雪静 你在哪呢 我在家 怎么了 现在还不是和他撕破脸皮的时候 我假装没事一样 董立娟接着说 晚上有空吗 带着你家智宇来我家玩吧 我准备了饭菜 到时候还有其他几个朋友 到时候我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一定想不到 好啊 没问题 挂断电话 我的表情就冷了下来 晚上我倒要看看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接着我拨通了李志宇的电话 老婆 怎么了 晚上董立娟说 让咱们一起去他家玩 你有空吗 听了我的话 电话那边的李志宇 沉默了一会儿 才说话了 好吧 到时候我回家接上你 咱们一起去 挂断电话以后 我冷哼了一下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犹豫什么 要说没问题 鬼都不会信 接下来 我便坐在梳妆台前化起了妆 自从结婚以后 我已经许久没有这么认真的捣持过自己了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又多了一丝自信 一丝打败第三者的自信 六点 孙小斌开车到家接上了我 我和李志宇两个人便去了董立娟的家 一进门 屋里除了董立娟以外 还有两女一男 这三个人我也比较熟悉 都是董立娟的朋友 之前经常在一起玩 你们两个来了 快坐吧 还差两个菜 完事咱们就能吃饭了 董立娟笑着把我们两个人迎进了屋 很快饭菜齐了 我们围坐在餐桌前 我开了一瓶红酒给大家倒酒 到了董立娟这儿的时候 她摆了摆手 我今天就不喝了 要知道董立娟平时可是无酒不欢 没想到今天竟然拒绝了 跟着我想到了白天的事情 开了一句玩笑 哈哈 娟 怎么 连酒也不喝了 该不会是怀孕了吧 董立娟听了我的话 愣了吓神 不过转念就恢复了平静 咦 雪静 你还真会猜 一猜就猜中了 我确实怀孕了 说话的时候 她轻轻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我注意着她的眼神 看向了一旁的李志宇 而李志宇呢 先是看了她一眼 跟着又瞟了我一眼 最后扭头和旁边的男人聊起了其他的事情 这些小动作我都收在眼底 这个敲打董立娟的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 这也是我计划里的一环 立娟 你这还没完婚就怀孕了 该不又掉了哪个帅哥 擦枪走火了吧 所有人都知道她订婚了 不过大家都知道董立娟的感情史 才调侃了起来 不过这话一说出来 其他几个人都被逗笑了 这话一说出来 其他几个人都被逗笑了 董立娟接着说 去去 我这次可是认真的 我以后可要当个贤妻良母 嗯 比我们强啊 我和志宇结婚这么多年 也没个孩子 到时候不如给我们做干儿子 或者干闺女吧 你说呢 志宇 说话的时候 我看向了李志宇 李志宇尴尴尬地笑了笑 好 话说完了 我们也喝起了酒 李志宇平时的酒量很好 可是今天只喝了两杯白酒 就躺在了沙发上 我呢 和另外几个朋友 喝了三瓶红酒 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 我们玩起了扑客 李志宇喝多了 你们先玩着 我把他送到卧室先休息一会儿 行 看着董立娟 搀扶着李志宇去了次卧 我假意上厕所 悄悄跟了过去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了里面两个人的对话 李志宇 董立娟 你疯了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刚才雪静一直在看着咱们 你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你离婚娶我 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咱们两个人就是情人 我是不会离婚的 不可能离婚 你让我跟你在床上的时候 信誓旦旦地说过什么 我今天把话撂在这里 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 要是不给个说法 这是没完 今天这事就是给你一个警告 要是不娶我 我还会做出更疯狂的事情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 董立娟大声答道 听到这里 我心里之前的疑问也解开了 感情她帮着自己寻找李志宇 被判的证据 就是为了我和她吵架 然后离婚 只是她的运气不太好 让我撞破了他们两个人的奸情 而且她也低估了我的性格 李志宇此刻也沉默了 或许是因为这么些年 我们没有孩子 或许是被董立娟的话说 动了 不过是什么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雪静 快点过来啊 听着身后喊我的声音 我便回去和他们玩了起来 李志宇和董立娟这对狗男女 大体和自己之前的判断基本一致 只是有一点让我有些意外 李志宇并不想离婚娶她 而董立娟是想利用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逼迫李志宇就范 回去第二天 孙小斌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说李志宇今天一早就带着董立娟去了医院 看样子 李志宇是要确认董立娟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事情不能再等了 我知道 李志宇最看重的东西 就是自己的公司 不跟我离婚 至少有一半的原因 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 而董立娟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没了孩子 她也就没有了任何的依障 我就是要让这个两个人 失去他们最看重的东西 后面的一个多星期 李志宇只回来住过一天 我悄悄跟踪她 发现她跟董立娟两个人住到了一栋豪华公寓 看样子应该是知道董立娟怀孕以后 李志宇送给她了这套公寓 两个人在这里过上了小日子 等到这天 李志宇回家的时候 我坐在沙发上 一言不发 她看着我道 老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 我拿出几张照片 扔在了桌子上 这些都是我自己拍到的 李志宇跟人家出入历景豪亭小区的照片 李志宇的脸色一变 立刻解释道 老婆 这 你一定要想好了 千万别拿故事骗我 否则咱们两个人就离婚 到时候 你是过错方 一毛钱你 也别想从这个家拿走 听到我的话 李志宇趴在我的跟前 急忙说 老婆 这是我的错 这都是人家那个女孩勾引我 我没有经受住诱惑 老婆 你给我次机会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保证 回去以后 立即就把她辞退 永远再也不跟她联系 现在她全部的心思 都在董丽娟的身上 自然对人家不那么上心了 被我发现 自然可以无情地抛弃了 我洋装被她这诚恳的态度所感动 老公 男人嘛 难免会犯错误 这次我可以原谅你 可是人家这个女人 花了你不少的钱 这我必须拿回来 这 李志宇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 我没有犹豫 直接去法院起诉了人家 毫无疑问 婚内的财产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支配是无效的 四十多万一分不少地要了回来 我心里清楚像人家这种拜金女 根本就没有攒钱的习惯 四十万不用说 早就挥霍了 还钱肯定是砸锅卖铁 他自己肯定也出了血 怨气不用说 我要利用的就是他的怨气 果然没几天 人家就找上了门 李志宇你给我滚出来 我开门看到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 直到跟自己想的一样 你来干什么 我找李志宇 让他给我滚出来 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 我就不走了 拜金女为的就是钱 几个月收的钱 又拿出去 等于是白完了他 他肯定不甘心 我表现得很无奈 你在家也找不到他 他现在把心思都放在董丽娟的身上了 几乎不怎么回家 谁让人家怀了孩子 给你那些钱 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 是他告诉主动承认了错误 为了求我的原谅 才让我这么做的 气急败坏的人家 听了我的话 立刻就把矛头指向了董丽娟 董丽娟 一定是这个混蛋出的主意 我可不像你这样委屈求全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地址给我 在他眼里 我或许就是个为了家庭委屈求全的窝囊费 不过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我立刻就把地址交给了他 3月12日 我那心感觉最爽的一天到了 人家在我的安排下 来到了李志宇两人所居住的豪华公寓 在两个人共度晚餐的时候 敲响了门 而我就躲在楼道 听着里面的动静 董丽娟看着门口的人家 难以置信地说 你怎么来这儿了 这儿不欢迎你 赶紧走 人家一把推开他 进了屋内 李志宇 你这混蛋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李志宇直接傻眼了 人家 你胡说什么呢 怎么 你睡了我拍拍屁股就走了 连账也不打算认了是吧 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这是你要是不给我个结果 我就把事情闹大 让所有人都知道 听了这话 董丽娟瞬间发火了 我猜得到他现在的心里 有了这么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对手 他的核心竞争力明显不够 李志宇 你自己的事情抓紧时间处理 赶紧打发他走 李志宇阴着脸道 你要多少钱 一百万 必须是现金 我告诉你 这钱要是再被人要走 可就不是这点钱 能把我打发的了 好 一百万就一百万 不过 见李志宇打算掏钱 董丽娟不高兴了 李志宇 你有多少钱来打点这种女人呢 不给钱她还能怎么样 这钱要是不给她 以后就是自己的 她自然不乐意了 人家怒骂道 你这老女人 这是我和她的事情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 别以为肚子里有个孩子 就纠占雀巢了 好像谁怀不了似的 这句话就像是一根针刺 到了董丽娟最柔弱的神经一样 这件事情知道的人没有几个 特别是人家跟她的生活 没有任何交集 她下意识地就会认为 这件事情是李志宇说出来的 我知道董丽娟这个人 别看平时心里那么多的算计 可是心眼很小 这句话会在她的内心里 无限放大 董丽娟果然发火了 李志宇 你以为你是种马吗 到哪里都撒种 跟着她一把就把人家 推倒在了地上 我告诉你 一毛钱你也别想要 赶紧给我滚得远远的 人家可不让她 起身两人又打了起来 最后邻居报警 警察上门才把事件平息了 我藏在一旁 用手机记录了这一切 人家这事只是前夕 接下来 我又联系上了董丽娟的 未婚夫李强东 他们两个人好了三年多 今年刚订了婚 而且李强东还特别地爱董丽娟 两人计划今年年底就结婚了 李强东看着我 疑惑地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李强东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秘密 我接着我李治宇 跟李强东的事情告诉了她 因为董丽娟的关系 我和李强东经常接触 自然了解她的性格 她属于那种牙字必报的 平时我们谁说错话了她 都搭了个脸 更别说这种给她戴了绿帽子 想都不用想 李治宇和董丽娟 会遭遇到什么 你没有骗我 你自己看看这个视频 我直接把今天事情的视频 拿了出来 看着视频 李强东怒不可遏 紧紧地攥住了拳头 妈的 当我是绿毛龟 我宰了这对狗男女 说罢她要上地址 气冲冲地就走了 晚上十一点 李强东找到了董丽娟的住处 看着眼前自己的女人 还有屋内的李治宇 瞬间发火了 董丽娟 你踏马的还真是一个婊子 你竟然背着我和别人搞在了一起 你踏马的还你怀了别人的孩子 我还打算娶你 我真是个傻逼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董丽娟吓坏了急忙解释道 强东 你听我解释 我 可是说什么都完了 她被打了个鼻青脸肿 李治宇更是 门牙都被打掉了一颗 当天晚上 朋友圈 微信群转疯了 都是今天的视频 还有我搞到手的图片 董丽娟的家人 也都知道了 她婚外情的事情 简直就是大型的射死现场 这一切 当然都是我的杰作 董丽娟的父母 都是老师 哪里忍受得了这种事 再加上准庆家的谩骂 当即打电话 要跟她断绝妇女关系 董丽娟简直丢人 丢到了极点 这一夜之后 恐怕她在这个城市 再也没脸见人了 但还有最大的一个瓜我 还没有抛出来 我自然得当面送过去 董丽娟心里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早就红了眼 看到我以后 嘶哑地叫喊着 宋雪静 你正好看到了 我现在反正也没脸见人了 那我就把话都放在这儿 我怀的孩子是你老公李志宇的 你识相的话 赶紧离婚 我又看向了李志宇 我知道他最近一直在准备转移资产 可是还没有行动 此刻他不可能跟我翻脸 因为他害怕失去现在的一切 老婆 你听我解释 李志宇说着就把我拉走了 在楼下 他解释了起来 老婆 既然你看见了我 也就不瞒着你了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是知道的 我最爱的人是你 我跟董丽娟在一起 就是想让他生的孩子 到时候 那个孩子 就是属于咱们两个人的 我听着他的话 心里无比地恶心 当初自己怎么就看上了 这么一个男人 不过现在 还不是彻底翻脸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 后面还有好戏要上演 念在这么多年的感情 这件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过 你必须给我写下保证书 好 老婆 我写 我写 我回家 就写给你 我和李志宇两个人回家了 她按照说的 给我写下了保证书 跟着就借口说是公司加班 出去了 我知道她的心里 还是放心不下董丽娟 毕竟她的肚子里 还有自己的骨肉 一定会回去解释 而董丽娟呢 想都不用想 听了李志宇的解释 冷静下来以后 还会原谅她 要不然她 会丢掉最后的一根稻草 八个月后 董丽娟的孩子出生了 我上门送去了一套孩子的被褥 毕竟孩子是无罪的 需要惩罚的 只是她的母亲 李志宇这次也没有避讨了 雪静 你来了 对了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下 咱们离婚吧 嗯 是啊 你是婚姻的过错方 我想法院会支持我的诉求 还有你转移的那些资产 她认为自己资产也转移了不少 可是殊不知那些事我都知道 我直接拿出了一份资料 她拿过资料 脸色瞬间变了 雪静 我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听我说 我也懒得听她废话了 直接道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我早就准备好今天的事了 董丽娟在屋内听到我们的对话 匆匆走了出来 李志宇到底什么意思 我笑着说 意思是我们两个离婚她净身出户 你什么也得不到 董丽娟直接愣在了原地 她谋划这么久 为的就是能成为有钱人的太太 可是美梦破灭 她根本就受不了这么现实 不可能 不可能 至于 她说的不是真的对不对 我跟着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 递给了李志宇 这是你的诊断证明 不相信的话 可以自己再鉴定一下 说吧 我便转身离开了 跟着屋内就传来了剧烈的响动 还有董丽娟那痛苦的哀嚎声 我给她的证明 是无精证的诊断证明 这也是我送给他们最后的大瓜 结婚没多久 我就知道了这件事 为了让李志宇 还有做男人的自信 我深藏了这份证明 可是没想到 换来的却是背叛 现在我也没必要再隐藏了 我接着我到法院起诉离婚 凭着和李志宇签署的资产分割协议 她净身出户了 她失去了一切 成了身无分文的垃圾 董丽娟更是成了一个烂大街的破鞋 只是可怜了那个孩子 董丽娟没多久 就找上了门 她一脸的沧桑 头上还裹着绷带 狼狈到了极点 看着她这样子 我心里简直爽爆了 宋雪静 你好狠啊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吧 你让我失去了一切 现在事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了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讥笑着说 你和李志宇搞在一起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不过我可以给你指一条路 李志宇打伤了你 你可以找他要求赔偿啊 说不定运气好你还能弄到一笔钱 看着他离开 我笑了 这两个人免不了还得再打一架 但是那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还有我自己的生活 远离烂人 一切都会变好的 晚安 第二篇 你体会过没钱的滋味吗 或者 更直观一点来说 这个时代的你 还知道 什么叫做贫穷吗 我有过从小到大 如影随形 五岁那年 我去上学前班 所有的孩子都早早地将学费打到了学校的银行卡上 只有我 微微缩缩地拿着新发的课本 跑到讲台上 用课本挡着自己的脸 在老师的耳边 悄悄地告诉他 我爸爸下午放学之后再来交学费 六岁那年 我因为不是当地户口的缘故 只好转学到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 继续读小学 而我不是当地户口的原因 也很简单 我的爸爸买不起当地的房子 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他只是建筑工地上一个最简单的工人 他那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给我和姐姐带来的价值 实在微妙 我们住在陋下 或者说 你更熟悉他的另外两个被灌常提及的称呼 城中村 以及贫民窟 我们身边住着的尽数是小痞子和流氓 还有拉帮结派的乞丐和流浪汉 白日里巷子一片寂静 只有路上的污秽 与墙角的血迹 会告诉你 这里曾发生过什么 夜晚这里总是会显出一片流光溢彩 穿着黑丝袜 与性感热裤的妖艳女子 与手持胸刀的纹身男人 是巷子里最寻常的景象 十三岁那年 同样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上 按照地域划分的初衷 混迹在全市排名到三的学校里 周围的女生 每天脑子里想的不是好好学习 而是如何茶汁抹粉 男生想的也不是好好学习 而是如何溜去网吧通宵打游戏 十六岁的时候 我差了一分进当地最好的高中 当地的政策允许高中扩招 也就是只要我多加一万块钱 就可以进去 但是我家拿不出来 我去了愿意给我奖学金的外国语中学 教导主任告诉我 只要我考上中国的第一学府 就愿意为我提供大学四年的学费 我的爸爸 那年去了北京打工 因为某厂被轻率处理的工地事故 而意外去世 最后被鉴定的结果是责任归咎于他 我们家没有拿到任何一笔钱 连死亡补偿 京都没有 而我的姐姐 那年考上了一所重点本科院校 因为没有钱 不得已选择了去国外打工 在洛杉矶的唐人街给人洗头 她每次打电话回来 都会跟我说 姐姐在这里赚的钱 比国内多六七倍呢 姐姐养你 你只管学习 那时美元的汇率还很坚挺 但我知道 她所需要的生活费用也高 她和男友合租一间房 自己做饭 周末还兼做零食工 于是我拼了命学习 为了将来能够为我父亲翻案 我选择了读阿弗大的法学院 还修了建筑学院的第二学位 我来到了上海 每日吸着雾霾 在浓重的污染下 在学校与陆家嘴之间来回奔波实习 我找到了那家建筑公司所附属的著名房地产集团公司 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了集团内部作馆陪生 又极尽所能的 通过种种不见得多么光彩的手段 拿到了当年的内部资料 22岁那年 我大学毕业 在律所实习一年后 成功拿到中国律师执照 我将当年那家建筑公司告到了法院 申请民事赔偿 那时我利用了身边为数不多的全部人脉资源 几乎要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但最终还是获得了数额不小的赔偿 我把那笔钱都寄给了姐姐 希望她有美好的生活 23岁 我又收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9万5千里的高空之上 飞机行驶过日界线 仿佛也带来了我的心声 我和姐姐相聚在自由女神像下 一国他乡他式的土地 记载着我奋斗的岁月 再后来 24岁的我 站在帝国大厦102层的观景台上 眺望美国的五个州 29岁的我 站在香港璀璨夺目的维多利亚港口 屁腻苍穹之际 百感交集 我知道自己赢了命运 哪怕这代价 是输了爱情 如今 我穿着芝米奇一个有名的鞋子品牌的高跟鞋 再一次站在了魔都的土地上 陆家嘴高楼林立 这将是我重新起步的地方 29岁的沈嘉玲 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律师 也是一名美国纽约州的注册律师 也因为在香港工作满了五年 通过转换考试成功拿到了香港的律师执照 我按照曾经的规划 成为了当今时代中国最紧缺的国际化精英 三分钟之前 我的脚还踩在上海中心的电梯里 13分钟之前 我刚结束一场中国某top tier顶尖律所的面试 30分钟之前 我以为 那家律所会是我的保底选项 那场面是几乎是戏剧性的 三个穿着黑色西服高级合伙人坐在我的面前 与我从最简单的王泽健书中的民法案例谈起 说到最近的高利贷如母案 说到离奇的朴景惠总统被弹劾事件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他老婆的内部八卦 后来话风一转 呼地谈到我在纽约的生活 我在香港的工作 最后以中国的司法改革 如何合理参照西方制度 从而在宪政自由与公民权利之间 达到内在平衡来收尾 多年的辩论与社团经验 让我对这些如鱼得水 整个面是一气呵成 我最后只剩微笑着等他们谈论完 对我说一句Congratulations 然而 世间总有那么一些奇怪的然而 能击垮你全部的自信和骄傲 然而 其中一个合伙人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我说 抱歉 沈小姐 你不符合我们律所的聘用条件 请另谋高就 就在她说完那句话的五分钟之内 我的黑莓手机滴答作响 上面显示我收到了十封新的邮件 抱歉 沈小姐 面试已经被取消 祝福你 我们已经录用了一位候选人 面试取消 很抱歉 昨天 声弄错了 你不符合我们的requirement 今天不必来面试了 你很优秀 但是很遗憾 我们有更为优秀的候选人 欢迎下次再投递简历过来 我几乎要抓狂 一定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 我这么优秀而努力 怎么会没有人要呢 我逐个打电话过去 说得口干舌燥 却只能换来一句句冰冷的谢谢 再见 除了父母 没人必须对我负责 而我的父母又都已经死了 回上海时 我恰好家中有事 几乎用尽全部储蓄 身上没有多少钱 早上刚交完房租 浦东一带的房租简直吓死人 还必须压一副三 我几乎用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其中还包括从蚂蚁戒备那里弄来的一万块 此刻 我再度没钱了 我用剩下的十五块钱 在福建千里香馄饨 吃了一碗寄菜馄饨 一边吃 一边在五八同城 智联招聘等网站 寻找招工信息 沦落至此 太悲哀 滴答 我的手机里收到了一条短信 您好 您已通过我们公司对新娘候选人的简历筛选 经鉴定 您符合我们的要求 欢迎前来面试 地址为上海市XXX 联系电话为83XXXX 新娘 候选人 我揉了揉眼睛 确保自己视力没有出差错 可是我不记得自己有投递过这样的简历啊 放在平时 我一定会将这样的垃圾短信删除 可是今天 我不能 因为我除了自己 还有一个孩子要抚养 我可以忍受饥饿 忍受贫穷 但我要对孩子负责 金碧辉煌的会客大厅 炫目浮夸的水晶吊灯 风景迷人的落地窗 西装革履的面试官 出于一个律师应有的谨慎小心 我通过查验营业执照 反复确保自己进入的不是一家皮包公司 而是本市新近崛起 坐落于上海K11写字楼顶层办公区域的一家女装服饰公司加盛 她同手无期 三证俱全 哦不 一证俱全 现在营业执照 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已经合并为一张证书了 坐在最中间发福的面试官戴着黑矿眼镜 中年模样 憨态可居 似曾相识 她对我眯着眼睛问 姓名 沈嘉玲 年龄 二十九 职业 我犹豫了片刻 绿字还没说出口 就及时在心里阻止了自己 我微微一笑 暂无 我目前是无业游民 人生格言 啊 请问沈小姐的人生格言是什么 面试官依旧眯眯眼 这是什么面试 还问人生格言 我心中万马奔腾 恨不得立马摔包而走 可以想到 那是我现在唯一的一个 Sophie Home英国本土一个当红的青蛇品牌 我就心痛得滴血 于是我装作喜怒不形余色 朱唇微起 笑着说道 我的人生格言 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 淡丁说的话 能够使我漂浮于人生的泥沼中 而不置陷屋的 是我的信心 掌声忽然响起 我不知所措 面试官冲我伸手 脸上依旧是笑咪咪的 像是一只老猫 恭喜你 您成功当选 啊 我一脸猛圈 他指着手中的一张给四指 您看 这是小林先生的人生格言 他要找一个也喜欢这句话的人 我皱眉 心中咯噔一声 小林先生 是谁 是我 你的未婚夫 面试官正准备回答 却已经有人抢先了一步 会客厅的门被打开了 走进来一个戴着Lotus德国 知名眼镜品牌 墨镜和口罩的年轻男人 之所以说是年轻男人 是因为他的身材 发型特意做成了上扬的形状 上半身的白衬衫勾勒出硕大而紧实的胸部 胸肌 即便是黑色的宽松西装裤 也无法掩饰一双长而笔直的腿 再加上一米八五左右的身高 和良好的体态 整个身形简直就是完美的衣架子 堪比超模 可是 可是 在完美的男人 如果是被你甩掉的前男友 你也不会有想扑上去的欲望 只见他缓缓地摘下Lotus墨镜和口罩 面试官们无一例外地站起来 像台湾偶像剧里那样 对他齐刷刷地鞠躬 林伟胜先生好 只有我 呆若木鸡地摊坐在椅子上 好久不见 我的小初恋 他微笑着冲我走过来 脸还是几年前的那张脸 人畜无害 皮肤白皙地能掐出水 眉毛浓厚地舒展 眸子里泛着明亮的光 鼻子高挺 嘴唇一半明起 依然像个小孩 我摇摇头 为了防止自己 在他深情的目光中沦陷 将自己手中唯一的力气 硕大的Sophie公文包 扔到他的面前 将他阻挡在了两米开外的地方 这个动作恰好砸到了 他手中的墨镜 公文包里的文件和物品 都落了出来 我的关注点 在他的墨镜上 墨镜掉在地上 一摔两半 天 我可赔不起 我那已经流血的心 更开始颤抖 而林伟胜的关注点 则在我的公文包上 我的钥匙还掉了出来 上面有一个脏兮兮的黄色毛球挂石 他捡了起来 反复端详 不用看了 就是当初某人在动漫城里 非要给我抓娃娃 抓了一个下午 花了五百块人民币才抓到的 那天 我们的晚饭 是两个人和吃的路边摊东北烤冷面 某人回去还拉了肚子 我抹去眼角突然地泪水 哗啦啦说出一大通 蹲下来 开始将凌落的东西 往包里回塞 因为长期贫血的缘故 站起来的时候 我有点重心不稳 差点倒下 林伟胜及时地拉住了我 我倒在了他的怀里 闻到他身上浓厚的香奈儿海藜香气味 充满着凶猛的动物气息 那是我曾经为他选的香水 于是拥抱这个动作里 有了种刻意的暧昧 过了这么久 那么小的是 你都没忘呢 他把脸贴上来 拿手指着自己 左边脸颊上 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粉刺 上海这两天的雾霾又大了 人家脸上都长痘了呢 你心疼不 我将他推开 收敛脸色 不心疼 我巴布的 你长得满脸都是痘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中西医 都束手无策 作为你们家 做这么多恶事的报应 除了冲林伟胜脸上 催一口吐沫 我现在跟抗日剧里 被抓的女战士 没有什么区别 她将我扶到椅子上 让我坐好 双手撑在我的肩膀上 半蹲着 声音放得很低 只有我们能听见 那如果我告诉你 你现在银行卡里 所有的钱都被冻结了 支付宝的钱 也已经被黑客到了 房东先生 明天就要赶你出来 你心不心疼呢 煞时间 我如五雷轰顶 某律师事务所内 甲方 林伟胜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号 34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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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 沈嘉玲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号 34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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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 本着婚后和平共处的目的 甲方与乙方经协商一致签订如下条款 并承诺将会共同遵守 1.甲乙双方全力义务 甲乙双方婚后各自生活独立 财产独立 除非涉及如下情况 1.甲乙双方在外居住 但乙方需陪同甲方 每月回父母家一次 节假日另算 2.乙方 有对甲方父母保持和善之义务 3.双方和平共处 保持谦让 乙方需保持每日归家之良好生活习惯 特殊情况 外宿要向甲方报批 4.乙方在外 不得寻花问柳 一旦发现 甲方有权适当扣除 每月给予乙方的生活费 2.争端解决方式 双方出现任何问题 均在某某律师事务所协商解决 鉴于本合同或有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52条 关于无效合同规定之可能 本合同所涉及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 双方均不得寻求 包括司法审判在内的功利救济 3.其他条款 一对价 协议旅行期间 双方财产独立 但甲方每月支付制装费 交通费 化妆费等给乙方 具体数额为XXXXXX元月 协议中止后 甲方向乙方支付约定报酬 XXXX元 2.协议期限 协议一年 自2017年5月20日开始 到2018年5月20日终止 3.保密义务 在任何情况下 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 透露关于本协议的任何内容 本协议仪式两份 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你看看 同意的话就签字吧 林伟胜此刻微笑着坐在我的对面 将手中的万宝龙签字笔递了过来 我认真地将这一页薄薄的纸 反复看了半天 才对他说道 第一 没有违约金条款 我要求增加一条 如果合同履约期内 甲方违约 一方有权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 第二 我有理由推测 这份合同明显是甲方拟定的 格式条款 鉴于将来没有办法寻求司法救济 我要求加一条 本合同甲乙双方均有解释权 第三 我知道报警没有丝毫作用 但我还是希望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银行卡里 支付宝里的钱 为什么会不见 以及在合理期限内归还给我 人尽而立 早就知道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事 是不需要按照规律来走 可倔强如我 还是希望弄明白 他思考了三秒 便叫律师按照我的要求 打印了一份新的合同 在打印的间隙 他打了个电话 我的银行卡解冻了 支付宝里的钱也回来了 虽然数额不多 但至少够我和孩子再活几天 合同成了两张纸 我在签字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想了想 又在每一页上签了名字 以防将来林伟胜欺诈 他们家在这方面可是一决 法学院的老师要是知道 你把学到的知识 都用在了这些歪门邪道上 怕是要气得跑过来打你 我冷笑一声 你知道我在法学院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 他摇摇头 我咧开嘴巴 装得像个无知少女 Risk Control 风险控制 我要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也就是拿到尽可能多的钱 以及 不要过于相信除了父母之外的任何人 哪怕那个人是你的未婚夫 他撇撇嘴 不置可否 眼睛里的星光却已经暗淡了下去 仿佛想起了什么密不可宣的往事 你还是老样子 那么爱钱 过去 为了钱 你可以离开我 现在 为了钱 你可以回到我身边 沈嘉玲 你到底还有没有心 我没有心 我微笑着回复他 忽然想起了另一桩事 将右边头发挽到脑后 继续笑着说 但相信你事前也已经做好 DD Due Diligence 禁止调查 我还有一个脱油瓶 它是我放弃在香港晋升合伙人的机会 骆辞回上海的原因 既然和我结婚 你就得顺便负责这个孩子的全部 他愣了愣 面上表情煞白 但随即调整过来 语气里带着不屑 我说呢 LM法学硕士 读十个月就结束 你不仅一年没毕业 中间还失踪了好几个月 原来是去生孩子了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多圣洁啊 没想到 一去资本主义国家 就原形毕露了 感情是四处烂交啊 听到这话 我的双脚浑身抖动 但我的手及时撑住了椅子 沈嘉玲 你不要输 我对自己说 给自己打气 是又怎么样 那我也没您这位阔少会玩啊 我翘起二郎腿 双手还胸 单肩抖动 注视着他的眼睛 微表情书里说过 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他仰起眉 似乎在等着我的下一句 我继续抱紧自己 上个月您 不适合著名的 李氏奢侈品集团 千金李小南女士订婚了吗 听说是因为对方管得太严 发现您在夜店鬼混 一气之下解了婚约 无奈之下 您只好找回我这个昔日的旧情人 如今的高材生 来挽回面子吧 林伟胜正正地盯着我 我也正正地盯着他 我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 没想到被你识破了呀 他咧开嘴 长呼一口气 啊 重逢的第一眼 我还以为他真的要娶我为妻 实现年少的诺言呢 沈嘉玲啊 沈嘉玲 你干嘛学那痴人做梦呢 这么多年 林伟胜要想旧情复燃 早就来找你了 何必等到今日 十年前 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 林伟胜问过我 你什么时候愿意嫁给我呢 当时我年轻气盛 昂着头对天空说 二十九岁那年 傻瓜 因为三十儿立呀 你比我大一岁 我二十九 你三十 成了家你 不就能立业了吗 你才是傻瓜呢 这里的儿立 是有所成就 跟成家没什么关系 我不管 你要先成家才能立业 和林伟胜一起去他家的路上 往事如一幕幕电影般 浮上心头 其实也没有多惊天动地 轰轰烈烈 灰姑娘与贵公子的烂俗爱情罢了 大一刚入学 我加入了学校的辩论队 第一场怨记之间的比赛 对手之中便有林伟胜 我们都是公辩 他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在辩论上 简直可以用脚屎棍来形容 而我的打法又极为正统 每次都会被他绕进去 输得惨不忍睹 你来我往 我们渐渐成了死对头 到了大二 我不再打辩论了 他却开始追起我来 每天不是约我去看游画展 就是去看音乐剧 我这才发现 他也很有趣 在他猛烈的攻势下逐渐沦陷 与他共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我们去游乐场玩过山车 去肯德基吃儿童套餐 去动漫城打游戏 做一切幼稚的事情 却很开心 很纯粹 直到我发现 父亲出意外的那个工程项目 属于林伟胜家的集团 狗血的情节才开始上演 只不过 和言情剧里捍卫真爱的女主不一样 我拿了他母亲给的钱 去了美国念书 摇身一变 从贫穷的女学生 成了在香港中环风风火火工作的女律师 爱情与面包 我选择后者 因为只要不死 一切皆有可能 到了 林伟胜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拉回 他跳下车 又打开我这一侧的车门 非常绅士地做出邀请的手势 他家是位于上海近郊的一栋别墅 夜色寄寥 周围也没什么人烟 但树木清脆 鸟蹄婉转 梧桐眼映 透露着淡淡的富贵气息 这是我第二次来 上一次是七年前 我为了帮父亲讨回公道 曾经在这里大吵大闹 弄得很不愉快 我知道 里面等待着的是谁 来吧 林伟胜忽然拉着我的手 一如七年前那般温暖 明媚的客厅中央 坐着林伟胜的父母 他们铁青着脸色 我也不知如何开场 愁愁地望着林伟胜 林伟胜拉着我走上前 然后毫无预料地忽然跪了下来 我瞪大眼睛 只见林伟胜双腿 匍匐着爬到父亲面前 爸妈 我把你们的儿媳妇带回来了 这几年我过得多痛苦 你们也看到了 七年前的错无可挽回 七年后就别再犯错了 儿子的终身幸福 不比你们的面子重要吗 我在他的背后 默默扶住了额头 更何况 嘉玲他还为我生了一个 可爱的女孩 这么多年 嘉玲太不容易了 你们也不忍心 让林家骨肉失落在外吧 来 珍珍 快出来吧 林伟胜的话音刚落 珍珍便不知道从哪里走了出来 她现在不是该在幼儿园里吗 而且 珍珍她 就在我担心 珍珍会有什么事的时候 她扑到林伟胜的怀里 忽然冲她甜甜地一笑 爸爸 然后又在她的唆使下 对着大厅内的二老叫了两声 爷爷 奶奶 看到孩子 二老忽然变了脸色 他们将珍珍抱在怀里 暂时忘了 我这个准儿媳 我将林伟胜拉到一边 不是说 只带我见家长吗 你把孩子带来干什么 他正在回微信 对我笑咪咪地说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话呀 老人家 最怕亲情战术了呢 说吧 林伟胜便迅速地 将手机塞回口袋 然而 我还是看见了最上面的那条微信 给我调查 沈嘉玲在纽约失踪那几个月 究竟去了哪里 我冲着她的背影 冷笑了几声 我们没有领证 也没有办婚礼 只对外做了低调的公告 倒有点像是同居关系 是我执意要求低调的 也正好碎了林伟胜父母的愿 这是一场时效一年 注定已离婚收场的结婚 这是我们彼此明知的地方 婚后林伟胜忙得要死 常常出差 一会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 一会在南美的秘鲁 每次回家的次数不超过三天 且每次回来都是在和客户打电话 打完了又忙着工作 没时间跟我说话 我也乐得清闲 每天躲在她在市中心购买的顶层公寓 百无聊赖地看看社会新闻和八卦杂志 饿了就叫外卖 无聊了就去学校看珍珍 带她去医院复查 这个富贵闲人做得还算开心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我的邮箱里 收到了一份视频文件 伪坠的地址上 显示来自林伟胜的公司 视频的内容是 林伟胜在百货商场买钻戒 售货员问她买给谁 她说买给妻子 售货员便说 李小南小姐真有福气 林伟胜笑而不语 爱的背面 不是恨 是冷漠 以及对另一个人的热情 看过之后 我终于受不了了 打了电话 约刚从法国回来的男闺蜜阿朗 去了最喜欢的瓶子酒吧喝酒 歌手在舞台上 唱着几年前烂大街的口水情歌 喧嚣的环境 反倒让我心安 不再那么慌乱 于是 你们就这样决定结婚了 不过因为是你 我一点也不惊讶 阿朗听完我的故事 为我惋惜 你在香港的这几年 过得像个灭绝师态 不知道的人 还真以为你性冷淡呢 我哈哈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是啊 离开林伟胜的这几年 我全身投入工作 却还是无法阻止自己 时刻关注着他的消息 关注着关于林氏的新闻 可是又有谁稀罕呢 到头来 我依旧只是他的挡箭牌 酒吧内我们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真的很奇怪 有时候人刻意买醉 却反而很难醉 喝了这么多 我还是很清醒 七年了 你是还记挂着他 爱着他 然而他只是要寻求刺激罢了 阿朗拍拍我的肩膀 抹去我眼角的泪水 是 都是我自欺欺人罢了 想到这 我又忍不住喝了几瓶 咕噜咕噜 像喝水一样 在我喝第五瓶的时候 被人拦住了 是一声严厉的喝斥 你别喝了 我扭头 看见西装革履的林伟胜 站在身边 还是和年少时 一样俊朗 我说家里怎么没人呢 原来是出来约会了 没想到 我就出去这么几天 你就出来跟情郎私混了 酒吧太嘈杂 他得在我的耳边大声说我才听得见 约会 私混 情郎 我怎么会跟阿朗约会 我习惯性地捏了捏阿朗的脸 他太细皮嫩肉 根本不是我的菜 林伟胜的脸忽然又变紫了 阿朗辅助站得歪歪扭扭的我 对林伟胜说 你好 我是阿朗 刚来的女装设计师 下周会去贵公司报道 看着林伟胜愤怒的样子 我忍不住笑了 林伟胜的目光掠过阿朗 直接落在了我的身上 彼时酒吧内灯光灰暗 酒的后劲却已经上来了 我有些微微熏意 阿朗要搀扶我的时候 被林伟胜抢先了一步 他的头低下来 右手抵住我的下巴 给了我一个绵长深刻的吻 流光一彩之际 我听见周围人的欢呼 和自己心跳加速的砰砰声 多大的人了 我怎么还像是一个少女 我死死地咬了她一口 咬得她嘴唇破了 有种甜腻的血腥味 她也反咬我 很痛 我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 一边大喘气一边说 我说了 我可以解释 最近家暴法出台 正愁没有案例研究 我看你想提供一些新的案例呀 小心我告你哦 她死死地咕着我的胳膊 丝毫不放松 她在我的耳边恶狠狠地说道 那就给我回去在床上慢慢解释 什么 我微不得酒气上饭 在空气中打了一个又长又重口味的嗝 晨光稀微 我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 翻转身体 也顺便卷了一大半的被子 五秒之后 身侧的人传来一阵小惊呼 我中眉转身 看见了白色床单上的那一滩血子 她环抱过来 将我搂在怀里 眉眼中掠过几丝心疼 你还是处女 我叹了口气 点点头 像是个被母亲抓包的坏小孩 那个孩子珍珍 我将身体蜷缩进温暖的被窝里 用平静的语气叙述着一个仿佛毫不关己的故事 珍珍是我姐姐的孩子 当年为了给我挣大学学费 她选择了去洛杉矶打工 在那里认识了姐夫 一个典型的上海二世祖 对她特别不好 姐姐生产时大出血 他们都是偷渡过去的 姐姐没办法去医院 姐夫丢下她 带着孩子回了上海 我消失的那段时间 就是去照顾姐姐的 你爸妈给我的钱 也几乎用在了上面 然而她身体实在太虚弱 多向内脏功能衰竭 没能活多久 也算是报应 姐夫去年因为赌博而进了监狱 珍珍因为长期在糟糕的家庭中生活 精神上有点问题 他们家的亲戚中 没人愿意抚养珍珍 这是我回来的原因 被窝里有人抱住了我 我感到赤诚的温暖 我回过头 睁开眼正准备回报她时 忽然看见了某人摊放的裤子里 露出珠宝盒子的一角 我将盒子拿过来 打开看见了里面的 Tiffany六爪钻戒 这是 送给你 本来想给你一个正式的求婚 却没想到 昨晚被你气到了 我差点就把她给扔了 这可是我一年的工资呢 她将我搂得更紧了 轻轻地亲吻我的额头 18岁的她 也极喜欢这个动作 温柔且暖和 我抬起眼 与她四目相对 这才发现 时光虽然令我们不再年少 但年少时的时光 却一直存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不曾散去 我问她 我们不要再分开了好不好 她郑重地回我 好 我们像是连体婴儿班 腻歪了一个月 然后林伟胜又去新加坡出差了 我知道 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得为一年后的自己做打算 我在通讯录里 寻找还在上海工作的老同学 一个个地问还有没有职位 沈嘉玲混迹江湖 平的就是厚脸皮和赶闯 这不 最后还真有一家称心如意的 愿意付我当时在香港的双倍工资 甚至还允诺我说 只要赢了手头上的第一件案子 就给我分成合伙人的职位 那个案子还正好是我擅长的 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我一听客户报的九位数标的额 笑得牙都要掉了 这得多少律师费呀 简直能一按翻身好吗 然而 客户要我先签 PO授权委托书 我看了看案子简介 便大笔签了字 当天晚上 我躺在自家浴缸里看着堆成小山的文件 却知道自己完蛋了 因为这场诉讼的被告 正是林伟胜的那家女装服饰公司嘉胜 以及刚入职不久的首席设计师阿朗 案子简介上都是用英文写的 我这才知道 嘉胜的英文是 For my fair lady 而阿朗的英文名 是刚改不久的 Garry's 我的客户在中国起诉 用英文写他妈的名字干嘛呀 中文不会呀 我的客户 我的客户中文名 我还不知道呢 我从文件的下面 翻出客户的营业执照 忍不住的一脸黑线 原来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是林伟胜的前未婚妻李小南女士 我的高额律师费 我的合伙人职位 就这样 要因为这场假冒伪劣的婚姻 不翼而飞了 我气得晕倒在了浴缸里 被本土快时尚品牌嘉胜高新 从某法国奢侈品牌挖角的设计师阿朗 近期通过多家网络平台 发布了本期最新的春夏印花系列 据悉 嘉胜为挖阿朗 不惜花费重金 该系列将中国古典的青花等元素 与西方服饰的立体剪裁相结合 通过鱼尾裙 既戴衬衫等多种表现方式 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女性的柔美与风情 我对这新闻 笔照手中拿到的设计稿附件 果然大体相似 我正在与林伟胜打国际长途 向她汇报这个即将爆炸全国的案子 别说从专业的角度了 从我的角度看都很像 见我沮丧至极 她却笑得轻松 怎么 心疼我了 担心我损失钱呀 我撇撇嘴 不愿承认 我只是心疼阿朗 她的名声可怎么办 认识她这么多年 我还能不信她的设计吗 被她徒弟偷走的 你怎么知道 你手中的那份设计稿 是阿朗去年的未完成稿 被她徒弟偷走 卖给了李小南的公司 我沉默半傻 笑着对她说 你去开会吧 我来解决 不过 我需要提醒你 不管怎样 这件事只要进入公众视野 无论是否进入诉讼阶段 公司的名誉都会受损 交给你 我相信你能办好 她那边信号似乎不好 叮咚 叮咚 叮咚叮咚 门铃声不断 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同她告别 你去忙吧 我努力让这件事 在你回来之前解决 我明天就到家了 啊 我正在机场门口 因为太想念你了 所以提前回来 我笑得嘴巴不能再大 门铃声又响起 会不会 门外站着的 就是林伟胜呢 她以前可是很喜欢 制造这种额外惊喜的 然而 我说过 时间是总有人儿 门外站着的人 是我永远不会料到的 某位理性名媛 你好 我是李小楠 相信你应该知道我 穿着一身精致香奈儿套装 手拎小珠包的李小楠 笑得落落大方 眼神却犀利毒辣 我伸出手 脸上也摆出职业性的微笑 当然 李是珠宝的继承人 我家Darling的前任未婚妻 我故意将钱这个字 咬得又重又狠 她静止走了进来 坐在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 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绿茶 相当随意 反倒显得 我像是一个客人 那就好 李律师 明白人说明白事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事了 我坦然坐下 等着她说话 她的目光正好落在了茶几上的委托书上 你不能插手这件事 我不愿意解除委托书 出于一个律师的职业素养 相信你也不会代理家圣 但是我依然愿意付你律师费 不过 诉讼不是我的目的 我冷笑一声 真是下得一盘好奇 你究竟想干嘛 怎么也没有你下得好 你知道阿朗愿意被家圣挖脚的理由是什么吗 你成为林伟胜的妻子 呵呵 真是好闺蜜呢 哦不 更好的是这个孩子 珍珍 见到林伟胜就叫爸爸 也真是训练有素呢 既然你这样 那我就一个一个地击垮你好了 阿朗愿意来家圣的原因 竟然是我成为林伟胜的妻子 我想 有必要问问阿朗和林伟胜了 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串通在一起的 真是一个深水助攻 然而 我依旧装出喜怒不行余色的样子 问李小楠 你要怎么击垮我 他并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 转而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其实 今天来的不止我一个人 还有一位 你很熟悉的 也来了呢 一个小时之后 门铃声再度响起 他自作主张地去开了门 门外 站着怀抱珍珍的林伟胜妈妈 那个几年前 将我从林伟胜身边赶走的人 珍珍在他的怀里熟睡 面不安详 仿若沉静的公主 我扑过去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给他吃了点药 李小楠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如果你愿意提前放弃这段婚姻 我就不会起诉 相信你也看过那些资料 知道我们胜诉的机会很大 李小楠微笑道 李小楠说话时 我并没有看他 而是将目光聚焦在电视机上 上面一直在播马来西亚的搜救场面 极其混乱 过了十秒钟 上面显示了一行中文 黑匣子已找到 机上人员生还渺茫 啪的一声 我关掉了电视机 走进了洗手间 我故意将水龙头开得很大声 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哭泣 叮铃铃 我的手机响了 喂 您好 请问是沈女士吗 想向您确认一下 这里有位林先生 他 我抬起头 看见镜子里满是泪痕的自己 嘴角扬起了一抹会心的微笑 十分钟后 我戴上墨镜 走出了洗手间 遮住了自己红肿的双眼 对李小楠说 李女士 我认为你不一定会赢 抄袭在设计界官司 本身就很难打赢 轻奢品牌 Michael Kors一个包包品牌 曾被制止出其 萨姆抄袭 Valentino的 卯钉包 Cynthia抄袭 Dior的 Diarismo 另一个品牌 Coach也有同样的毛病 具体的案例 我就不举了 甚至 ZAR HM等快时尚品牌 也一直被人诟病 设计多模仿大牌 从消费群体上来说 家生的定位 是本土化的快时尚品牌 贵公司的定位 则是民族轻奢 市场占比不同 而且两者的设计风格 一直类似 单价位 却是天壤之别 我并不觉得迎面打 我微笑着说完一大通 看着李小楠上演变脸的戏法 由红到白 非常有趣 然后我转变了画风 给了他一个满意答案 不过 我愿意放弃 你真的愿意放弃 他吓了一跳 是 我愿意 不过我有条件 三个条件 第一 我和林伟胜之前签订了结婚协议 请你们提前付完这一年的钱 以及你们愿意付的律师费 我就答应永远不再回来 第二 你们要支付真真的教育费和医疗费 第三 加上五年之内不能任意解除与阿朗的劳动合同 我相信 五年之内 他能为你们创造堪比香奈儿的品牌价值 一直没有说话的林伟胜母亲 开口问了我 没有其他条件吗 我从他的怀里抱过真真 没有 这条件与你们或许不值一提 与我却已经相当丰厚 那就这么说定了 李小南从包里掏出一张支票 大笔一挥 递给我 看着那一长串铃的数字 我笑得肚子要痛 林伟胜 你都死了 我却开始学会了利用你 我是多么有心机的女人啊 伟生 一周后 飞机如约降落在吉隆坡机场 我推着行李箱 抱着真真 大包小包 有点吃力 穿着花裤衩的林伟胜跑过来 满脸殷勤的地上一根抹茶味的冰淇淋 又给我提行李箱 又将真真抱在怀里 笑得一脸谄媚 老婆 你怎么现在才过来啊 我都快要饿死了 我的钱都花完了 先签了这个 我就给你吃 我从硕大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 和一个盼盼法师小面包 他要过来抢小面包 我却偏不让 这是什么 林伟胜一脸黑线 结婚协议 我摘下墨镜和口罩 递给他一支笔 将协议翻到签字页 默默地看着他 他开始翻看协议 却越看越伤心 老婆 我们都结婚了 你怎么能在协议里 放这么多霸王条款 说好的男女平等呢 林伟胜似乎还想跟我讨价还价 一周前 林伟胜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没带护照 完美地错过了那班出事的飞机 我向他汇报了家里的情况后 他打算将错就错 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于是处理完国内事务的我 来和他一起私奔 至于那份结婚协议 哦 我照抄了之前的那份 只不过 我和林伟胜的权力义务对调了 而且我每个月只需要支付他一元钱 我打算 等他表现良好的时候 再给他涨工资 你体会过没钱的滋味吗 我体会过 从小到大 贫穷于我 如影随形 如今 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 以止气使地对我老公发号施令